這隊應該沒問題了,這隊應該是很理想的隊伍啦 帶飛眼行啦 如果說你沒有那個 沒有蘭斯洛特時機可以換飛影 多待一會,沒有問題 看起來是比較容易過,比較穩一點 好,接著我們來到第二條血條 這邊也是精力轉 不用特別洗技能 記住不能手消到木珠就行了 洗衣會合 再帶走 過 過 那今天來到第二條血條 第二條血條 這邊我們先來 一定要把這個情況下跳起來 所以我們慢慢的磨吧 要記住 呃,滿血才會減少 好,所以這邊至少你回消消兩組的屬性珠 會比較容易回得滿 繼續的洗秦皇 秦皇剩下一盒一盒CD 好,這邊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喔,我應該一直疊這個 好,現在就可以 打他了 應該在這邊開馬騎了 忘記開了 這樣會更快一點 好,開 來 這樣過了,這樣過了 好 這樣應該直接打過去了 沒問題 這邊的時候再開這個 血量不夠嗎 一、九、六、七、二 欸 真的欸 怎麼辦 啊沒有我們還有變身啊 不,不一定 變身應該就夠了 加變身應該沒問題 第三關 這邊的話 8COMBO直接消了 唯一需要手轉的地方 有 蝦珠 直接過去 第二條血條 神力盾 這邊記得 該變身的都得變了 直接轉 有火豬可以直接轉 沒火豬 開青黃 好,差不多 好 要GG了 有啊,那個變身就兩萬的血量了 好,來到第四關了 第四關這裡 整版的給它好細 但要記得 穿一下線啊 穿一下線,穿過去 OK PICCOMBO給它死 喔,剛好的傷害欸 來喔,王冠 8COM以上 直接開啟牠了 不如說 穿個線開啟牠 應該說穿 開啟牠穿線 高反了 好 差不多就可以過了 欸,很穩欸 這隊,有沒有 哇,那傷害絕對夠 咪,這個你可以玩西野武 這裡的話我們就 開這個 記得拼圖盾裡面 全部要 的是那個 全部都要是 暗人類強化珠 所以這邊我們還是 先拼好 它拼出去是沒關係的 但你就是要確保裡面 都是要是 暗強化人類珠 這樣就可以過了 這傷害絕對有兩億的 這個打4億了 兩倍之多啊 超輕鬆 但我覺得整體 還可以再快個 10到20秒吧 因為我剛剛其實 有一個地方 是沒有開好的 但你就會發現到 整體很快 而且還蠻穩定的 過了才敢說穩 但真的是蠻穩的啊 你們看那個過程 就知道好不好 行啊